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丸子喜先生的Hurry Hurry你好 你好Math Hurry跟你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另一旁有黃小姐 黃小姐你好 你好 你真有份 我想問一隻3918 本身自己有沒有貨 有 介不介意說甚麼價位買 幫你做部署 就是6.07元 好啊 見到今屆控股3918 現屆正在6.03元 稍為低於家庭觀眾買的6.07元 現在升幅 正在升近2% 這隻股份 你又如何分析一下 家庭觀眾有貨 應該怎樣處理 原本看到今屆控股 今天的股價曾經碰到近5.8元 但如果你看到 剛才股地層出來澄清到 他們不是很擔心 市場一直都在說 例如澳門那方面 會不會有洗黑錢的活動 令到今屆控股 都可能在柬埔寨 經營賭場的業務方面 都會受到影響 但如果這個澄清出來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本身的股價表現都會上升 現階段來說 雖然股價和家庭觀眾買入的價錢 仍然可能會虧少少錢 但我覺得現階段來說 可以保持股份 我都會覺得 本身的業務發展來說 如果沒有重大的 本身的今屆控股 那個風險 在於它本身和政府的一些關係 如果政府關係沒有什麼問題 仍然會保持上升的勢頭 我自己的看法來說 會變成大約在6.4的位置 作為一個初步的目標價 但當然 就是剛才提到的風險 投資者要留意 如果看現階段 去到6.4的位置 如果原本買入的6.07 或6.09 這些位置 暫時不需要進行止蝕 可以嗎?黃小姐 謝謝你們 多謝你的電話 看看電郵方面的查詢 有位叫Eddie的朋友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168 他想問 為何這隻股份不停下跌 本身自己在2元的水平去買了 現在應該怎麼辦呢? 的確這支明例 賣在2元樓上的位置 一直向下跌 就算大股市有個升勢 它也要向下沉低位 現在做1.62 今天跌超過4% 怎樣看這隻? 現在看股價的走勢 的確做得不太好 試過2.31的位置 大概是在年初的時間 跌到1.62 其實如果我們看真名例子 本身的股價表現 其實看到在去年8月的時候 發佈了一個比較 市場的突破性的一個技術 之後 說他們本身LED燈的成本方面 其實集團預料 利用這個技術 會有成本大降的趨勢 也看到股價抽升了上去 也看到現階段 抽升了上去 其實是不肯下跌 一直都是在橫行區間 就是在1.6的位置 至2.3的位置 進行橫行整固 但如果你們看 這位嘉寧觀眾 要留意 我看到橫行區間 去到過半的位置 作為止蝕價 暫時未看到 市場未看到 業績有很大的誘因 令到增長表現 以現階段來說 我相信股價的走勢 會有一個跌勢 如果你們看過半個位置 作為止蝕價 如果你們本身 仍然在今天 可能有大跌之後 都會有一個 抽升或技術回調 或者在這個價錢首穩 我覺得不妨留意這隻股份 看到本身的股價 走勢或前景 仍然是看好 但如果你說去到過半 就是一個技術的止蝕位 如果你說本身的股價 是手穩的話 上回過九 才會作為止蝕 好 回答完Eddie的電郵之後 都看了陳小姐的問題 想問值1918 融創中國 早前在6.5元買了 買入了這隻股份 想問股份的前景如何 今天股份經意跌破了50天的平均線 有沒有需要止蝕離場 我看到現在這隻股份 現價做5.6元 跌幅比較多 跌超過6% 跌3.8元 這隻股份來說 前景如何 是否應該止蝕離場 我們看到內房股 要提醒觀眾 我想很多觀眾 都可能買了內房股 要看一點點 看到市場在想 會否在2月3月初 舉行的兩會當中 看到樓價升得這麼快 成家量有這麼多 觸動中央的情緒 去研究一些打壓樓市的措施 包括市場盛存房產稅 這方面的一些舉動 我都會覺得 融創中國本身的前景 在今年剛性需求那麼強 仍然會看好 但是股價走勢未免做得比較差 先看5.4元 作為這個價錢 究竟是否守得住 如果守不住 我覺得會先進行止蝕 看到資金其實是在洗版 我看到不斷流出不同內房股份 大家要留意這個股份 整個版塊的走勢 因為內房方面 有不同的消息去打擊 因為中央方面的調控 大家要密切留意 講完這個股份之後 也要看看家庭觀眾方面 電話方面的問查詢 有位黃小姐在旁邊 黃小姐你好 黃小姐 你好 你好 黃小姐 506 本身自己有沒有貨 沒有 跌得比較大 是呀 想在低位撈貨 是呀 是呀 好呀 看到今天506來說 跌了很多 跌成一成三 也創作52周的低位 低位是5.5.5元 現在是5.7元 先問你 這股份今天跌那麼多 原因在哪裏呢 家庭觀眾想撈底 又值不值得 我覺得這股份來說 中國食品今天裂口低開 是在於它有發了一個刑警 現階段來說 試過跌到5.5元 現階段有點跌幅收窄的情況 但我覺得這位家庭觀眾 不妨再觀望下這股份 我都擔心今天有個比較大的成交 跌勢未完 看中國成品本身的基本表現來說 除了刑警的表現來說 我相信本身業績不會做得太好 那見資金本身是整個市況 有少少逆轉的態度 未那麼快去撈底 我自己的看法來說 就稍微觀望下這股份 暫時就不要看這股份 暫時觀望給一個好少少 黃小姐 我不過來 好啊 多謝你的電話 接著就和Harrie看看 各個版塊和你說一下 內房方面 剛才你也提到 很多觀眾去問 先問你 其實剛才提到三月來講 可能有條款措施出台 其實你覺得如果三款措施真的出台的話 對於內房方面的打擊來講 會不會很大呢 因為其實內房方面 之前有些分析去看好2013年的走勢 現在來說你又怎樣看 如果看回一些中央的打壓措施 包括可能在首套房、二套房那些貸款裡面 會不會再進行一些動作 再加上剛才說到的 就是市場一直盛存房產稅的措施 會不會一直擴大 這方面我都會覺得 投資者要留意 本身如果推出房產稅 甚至是不同的手套房、二套房的貸款收緊 對於業績表現來說 不會有太大的負面影響 我反之而言覺得股價表現可能會有些影響 現階段來說 例如我們經常看到六八八中國海外來講 上到二十五元這些位置之後 其實都累積了一定的升勢 回吐壓力都是幾多 我們見到這些消息一出台 或者傳聞出來之後 其實已經是跌得幾急 現階段來講 投資者可能會見到 去到二十一個六毫半 會不會是一個低級的機會 我的建議來說 跟不同的剛才的家庭觀眾的看法一樣 無論合景貸富 或者融創中國這些股份來說 暫時看定一點 我見到跌勢可能會還有一陣 而看回本身的不明朗因素 可能真的要等到兩會舉行了 會不會有些措施出台之後 才股價上稍為穩定一點 現階段來說 這個板塊就要觀望為主 講完這個板塊 也要跟著相關股份的最新表現 中海外要跌接近3% 滑養子地跌超過3% 碧桂園跌接近5% 至於世務房地產和庫理地產一樣 都要跌超過5% 另外幾隻 雅居樂要跌3% 合景貸富跌接近6% 遠洋地產和恆大地產跌超過4% 而月收地產這一刻跌接近4% 謝謝Hurry和我們解答家庭觀眾的疑問 和你做個申報 剛才說的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Hurry 我們回到另一位主持人和大家再聊 大家不要肯開了 謝謝 謝謝